这个哥们可相当不简单 他全身长满了锋利的尖刺 别看他个头矮小 长得像五大狼一样 他可是地球上最不好惹的动物 就算是平头歌迷欢来了 也要叫他一声大师兄 他的防御能力强到变态 狮子 花豹 猎狗等众多猛兽 拿他也是毫无办法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猴猪 在亚洲 非洲 欧洲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猴猪家族共有11个种类 其中以非洲免猴猪最为出名 他们体长60至90厘米 体重50斤左右 除腹部外 全身都布满了尖刺 当他遇到危险时 便会将背部和尾部的疾刺全部立起来 然后把头低下 这样整个身体便会在疾刺的包围和保护之下 猴猪虽然个头矮小 但他的脾气就和李逵一样 毫不夸张地讲 这哥们是地球上最不好惹的动物 就算平头歌蜜欢来了 也要叫他一声大师兄 因为他会让你体验一回什么是带刺的献人球 但是下面这只帅气的花豹就不信这个鞋 因为他妈妈在他小时候没和他说过 即使再饿也不能去吃豪猪 这只打工豹 今天的脑袋可能有一些短路了 也许是想在两脚兽面前露两手 但是面对这只豪猪他压根就无法下手 因为豪猪的武器刺在他的身上 疼得他只想叫妈妈 而豪猪这只接溜子 依仗自己独特的防御力也不把花豹放在眼里 不急不慢地在打工豹面前晃悠 时不时地在免费奖励几根刺给花豹 一顿操作之下 打工豹的爪子 嘴巴被弄得血肉模糊 最终 这场战斗以豪猪大获全胜而结束 为何豪猪的疾刺有如此大的杀伤力 能给对手造成严重的伤害呢 因为这些疾刺是由毛发脚制化形成的 所以 非常的坚硬 平均长度在7厘米左右 末端非常锋利 而且这些刺是可以脱落在生长出来的 当对手接触到这些刺时 便会直接扎到对方身上 最要命的是 豪猪的刺上带有很多细小的倒钩 这些倒钩能让尖刺可以牢牢地扎在对方身上 有时候还会随着肌肉运动而向更深的地方慢慢移动 一旦刺到了要害部位 不死也能丢掉半条命 而且强行拔出来的话 还会造成二次伤害 总之就是一句话 你袭击豪猪食用了多大的力 那么受到的伤害就有多大 在非洲 每年都有很多狮子 豹 猎狗等动物 因为去招惹豪猪而受伤 这些家伙很大一部分会出现伤口感染的情况 这些会造成他们捕食能力的大大下降 有的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 在座的看官 如果在野外碰到了豪猪 请不要去靠近他们 这样只会激怒这个老六 切记不可去抓捕他